感谢本月为我充电的观众 在游戏王中 由于卡池的庞大以及字段的存在 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卡都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以及原型 例如以中世纪英法骑士为原型的圣骑士 以战国时代日本武士为原型的六五中 或者是在1202中刚刚发售 又一个以古埃及为原型的赫鲁斯系列等 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 一是OCG的原型大户 在早期的OCG中 达人将是 末日龙 唐僧等都能看出中国元素 而在之后 以水虎为原型的岩星 龙生九子为原型的龙星 代表生肖的十二兽 蒸蒸日上的湛华 乃至于赛博七夕超中的电脑界 和武侠小说般的双天 包括二弟中的乐吉和饺子娘等 也能看出浓浓的中国元素 而我们也能看出来 他们中的不少成员都有着非常鲜明的强度 不少卡组都曾成为过环境主流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卡 则已属于昔日的主流 并且还是游戏王中之名的糟梗大户 那么现在向我们走来的 编世大陵峰的攀徒 升剑的驾驭者 鲜花的召唤者 相见真营剧情 唯一存活者 杀了尼石精全家 又能召唤尼石精的可汗大队长 相见军师龙渊 比个价高度我也是游戏王 Fresh新奇美Drag 相见军师龙渊 俗称罕见 龙渊 初次收录于2021年7月17日 发售的OCG1106卡包中 与其同包收录的还有随风驴鸟系列 以及我们的最美新生 后在今年7月1日发售的 简中超级包器中被复刻 同时首次获得了白岁罕规度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张卡 罕见隶属于相见自断 而这个系列也同样在1106中被首次收录 其作为一个全新的幻龙族系列 在登场之初迅速以其强度 受到了牌老们的关注 我们能够发现 相见本家下级能够通过各种效果资产衍生物 接着衍生物和自己可以同掉 也就是相当于可以尾一卡同掉 这样不仅使得相见的展开非常简洁 也使得相见在本家浓度较高时 展开对检索的依赖程度较低 这不仅使得相见可以安心的投入强摊壶 而不用担心Kika被飞 同时使得相见对灰等首坑的耐受程度颇高 尤其是在彼时无消息首坑是威的情况下 相见更是难以难听 同时相见本家也能够吃到龙星 天威等系统的欢龙族红利 而龙渊更是能够尾一卡鲜花做场护航 同时本家的罗子素 也使得相见能够较为舒适的兼容 森染百烂人的外挂 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来 相见的原型即为各路中国名剑 干将 龙渊 派阿等 也就是说其优是一个中国风卡组 故此系列登场后 迅速在国内排老间有了非常高的热度 也诞生了无精衍生物 以及中国人玩中国剑这类名梗 而龙渊也因在剧情中的攀变行为 被人称作罕见 就这样 在强度 热度 以及构筑廉价度上 沾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相见 迅速成为了21年夏天的热门 成为了当时当仁不让的环境第一 但在夏末新DB的发售后 随着勇者加入环境 投入了勇者系统的蜂勇PK强度周期 在十月表后迅速抢占了 丙图第一的宝座 而十月表后 相见推至环境第二 仍有着不小的强度 在此时的环境中 由于无论是勇者系统 相见还是水摆 都要依靠衍生物来展开 固大量卡组选择在SIDE中 投入衍生物收集者 来对抗此时的各路主流 甚至一度有过 寒5G衍生物大爆发的戏程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2022年月表 相见本家检索龙相见先准线 当然此时的牌老们 也逐渐发现了相见的弊端 相见的展开固然稳定 但这个被称为奶奶都会玩的卡组 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 那就是被锁死的伤线 相见系统的最大厂 可以说相当贫瘠 即使投入大量手坑 来弥补强度的缺陷 在面对此时 动点多多的捞印等卡组时 还是不太勾看 更别提此时无消息 手坑重回人间 对相见所造成的打击 故意约表后相见逐渐示威 但此时继承了相见力量的 另一种勾注 登上了经济的舞台 此时将以七星为主的天威系统 与三星为主的强威龙调整系统 还有喷气等异性调整点结合 配合勇者系统以及相见 同时相见由于对额外需求不高 所以可以投入42 以期待启动百头龙系统的 欢龙军卡组正式诞生 并以极度多变难以打断的启动和展开方式 以及多康的中场 迅速占据了丙图 不过相见此时在卡组中 更像是追加的配菜就是了 同时欢龙军也成为了那个冬天 大家最不云以看到的卡组之一 当然 这也是属于相见最后的辉煌 之后伴随着雷经猪类巨蛇等 一系列离谱东西占据环境 相见自然直接离开了环境 而欢龙军的构筑也成为了历史 2022年7月表 龙相见先放三 但相见 早已神隐于环境之中 不过这也与相见在深渊剧情中 惊呼团灭的悲惨遭遇大差不差就是了 而相见的卡图故事 我已在往期视频内全部进行讲述 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前往观看 之后的相见 时不时会在比赛上位中弯入来刷一刷存在感 例如深圳战的四强 国赛的八强等 而在今年的世界赛中 由于OCG和TCG的金卡表叠加的关系 导致不少老牌卡组重回江湖 而来自毕鲁的Rentaria Pass 选手使用的卡组极为相见 而其也因为在比赛中数次精准抽到 针对对方的结场手段 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八强 而被人称之为毕鲁剑胜 在决赛中 其更是整出了连续使出两张文盲的装举 虽然最后其仍然蹊败于对手的龙拳 但这也足以使得相见这个卡组 在牌老们的记忆中永远留存 而关于决赛的具体细节与解说 我会在下棋龙拳的介绍中 为各位细细讲述 想看的各位别忘了点赞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哦 当然在此之前 有个好东西必须和兄弟们分享一下 它就是萌芽家的王者冲芽七 为什么要用冲芽七呢 我记得我以前用指甲扣后面大牙 是会有白色软钩的 还有后面大牙上有黑线黑洞 你看看自己有没有 这些都是因为牙齿长期清洁不到位导致的 而冲芽七就很像那个高压水枪 随时给口腔来一个彻底大扫除 你看我冲出来多少东西 现在权威的书籍也都认可冲芽七 并且推荐我们使用 能有效预防牙病和口臭 所以我二话不说 就拿下了一台萌芽家王者冲芽七 肯定有人问 用牙签牙线牙刷不行吗 首先 牙签容易误伤戳到肉 牙缝也会越挤越大 牙线的话弄不了牙银兜 效率还特别低 所以还得冲牙器上才管用 萌芽家的东西 这几年陆续推荐快十次了 他家的质量我特别放心 这款王者冲牙器出厂前有36道检测 要是你一年拥坏了他不给修 直接免费换薪 三年五年的还能搬家换薪 完的就是终身收后 我春年就给大家推荐过王者 应该有不少朋友已经拥伤了 感觉怎么样可以再耽误说一下 他续航有30天 不用经常充电 全身都是七级防水 可以分开了拥 水箱是透明可拆卸的设计 非常卫生 他水装满刚好是我一次的用量 我现在吃完东西都习惯性的拿他充牙 这两年都没长牙结实 洗牙钱也省了 兄弟们知道我为什么推荐王者了吧 道理讲明白了 下面来说说价格 可能有兄弟觉得 花中金买的电子牙签太浮华了 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充牙器是给自己的一个健康投资 我个人是非常愿意的 其次王者不到200块 差不多就是一次洗牙签 而且王者利用可以用好几年 每天用两三次 性价比很高 算下来每次不到两毛 关键鸭匙你就牙了 那个看牙费至少可以买20台王者了 所以保养牙齿才是真正省钱的理财方法 我在评论区放展的专属优惠卷 现在店铺还会送正装的疏口水 有需要的兄弟别忘了去灵卷哦 这次王者利用选择 这次王者利用选择 是吧 我现在映了 面对比赛 我现在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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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OCG中的相间 是一个强度非常一般的卡组 归功于1202带来的追保系统 投入新卡的黑魔女强威天威相间卡组 也算是有少数表现 而相间在世界赛中的表现 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身的稳定性 而且最后的决赛势力 也正是因为稳定性过高的特点 使得其无法在失去资源优势的情况下翻盘 高下线和合理的勾注 让其拥有了出轮的机会 而锁死的伤线以及并不太强势的运气 也成为了束缚尖声的枷锁 只能说是也 命也 同时尖声的神奇手 也更能说明 牌桌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舞台 在下期视频中 我将讲述今年世界赛冠军卡组龙拳的历史 同时也会对决赛进行讲解 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投币点赞收藏关注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齐美拉在此谢谢各位